圣名正道 我们继续这次灵恩会的主题 重修长远 我们要讲一讲如何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 耶路撒冷是指什么 就是神的真教会 耶路撒冷是指什么 也代表是我们的心 每个人的心如果让主耶稣掌权 我们的心就是圣城 我们加在一起就是神的真教会 但是昨天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 在漠视 魔鬼会动用所有的方法来攻击生成耶路撒冷 因为他知道如果能够攻破了我们 神的工作就会停止 神的名就得不到荣耀 所以启示录里面讲得很清楚 撒旦要围攻蒙爱的城和圣徒的营 他要让我们的城墙 他要攻破我们的城墙 要掳走我们的人 所以昨天如果没有来的 希望你们回去补听 昨天谁没有传到讲的 还有小弟讲的 圣灵带领都是围绕着这种主题 昨天你少来一天就少领受很多的灵粮 希望以后灵恩会一定要请假来参加 今天这一节我们要讲要修补第四个城墙 其实只有一个城墙 但是它有很多的面 讲一讲修补婚姻的墙 因为魔鬼要攻击我们信徒 他最有效的攻击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要攻击我们的婚姻 在婚姻里面找破口 首先我们看以西节书13章第五节 以西节13章第五节 13章第五节 我们一起读 没有上去读挡破口 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长远 使他们当耶和的日子 在战上站立得住 当时的以西节看到一个异象 当时的耶路撒冷有很多的破口 应该有人看到破口了 就把它补起来就没事了 你要趁着敌人还没有来之前 还没有打仗 还没有上仗禅之前 就把它修补好 但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没有这样做 他们觉得说一点点破口而已嘛 没什么所谓 或是觉得很懒惰 不想动 好了 等到真的打仗 等到耶和的日子来到了 神的审判来到了 你这个破口就是毁坏你一切的地方 那其中一个破口就是婚姻的破口 如果你不把这个破口修补起来 我们看下一个图 就好像这个城墙一样 古代的城墙破了一个大洞 你别的地方很坚固 但是你这个洞很大有什么用 你别的东西很坚固 你很多武器在别的地方 但是你这个洞那么大 敌人就进来了 我发觉我们教会现在各方面的活动非常多 我们教会也有很多资源 也有很多的一些圣工 有一次有分色的教会 我这次回来我很开心 因为我听说 以前皇后纽约去都是有一间教会 大家三百人挤在这里 以前是很不够空间 转身都碰到人 你只要伸一个懒腰 都会碰到三个人 现在神祝福我们 一间分成三间 是很感谢神 但是我也很担忧 为什么 物质上我们是多了三倍的 但是工人一下子要变成乘以三 那每一个做生工的家庭 压力其实都很大 因为你这个人本来那么多 你没有说分多两间教会 就乘以三那么多人 其实同一批人只要分成三分而已 教会聚会有那么多 活动有那么多 我们教会有很多老人家 他们没有办法帮什么 就是来聚会 有在做生工的 都是小数的年轻的家庭 或者中年人的家庭 这些家庭就好像教会的一个城墙一样 但是魔鬼很聪明 他也很狡猾 他要破坏教会 这是破坏信徒的婚姻就可以 这个破口最好攻打 首先他要破坏年轻人的婚姻 婚姻的破口在哪里 对年轻人来说 这是嫁娶外邦 当你一嫁娶外邦的时候 你的心就已经不在教会里面了 你很难真的去守道理 很难真的去侍奉神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十四节 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 我们一起读 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 一二三 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 不要同夫于恶 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 保罗讲得很清楚 你们跟不信的是配不上的 他不是你配不上他 是他配不上你 不配啊 我们知道你盖一个城墙 那些石头要有一样的形状 才可以盖得起来 一个家庭也是一样 两个人要一样的观念 一样的想法 一样的宗教信仰 信仰就是一种最重要的价值观 他不是说学业配不配 家底配不配 身高配不配 那个还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的灵魂配不配 你的灵魂是不是 双方都是神的儿女 有一个同一个信仰 侍奉神 那有神的信仰 在两夫妻心里面 很多困难都可以克服 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现在要介绍 帮人家介绍也很难 以前都很容易 也不是很容易 神帮助 我觉得过去十年 十五年前 做婚接 相对来说 感谢神的带领 是比较容易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 比较单纯 传道要介绍 婚接要介绍 那就试一试了 试一试 聊得来 感谢神 那就很顺利 现在很多年轻人 哇一婚戒 哦不要不要婚戒 好土哦 什么年代 还要婚戒 或者是有一些在大学 哇外面又长得漂亮的 又会讲话 逗你开心的 都还没有毕业 就跟外邦人交往了 都被追走了 交往不久就犯罪了 圣工又不能做了 教会都不来了 教会就损失一些 年轻的基督精兵了 有一些没有犯罪 但是跟外邦交往 结婚了 一结婚 当然就被婚姻绑住了 对方因为没有信主 所以不给你 花太多时间在教会 顶多能够来个安息日 匆匆地来 匆匆地走 匆匆地来 要来报道一下 打一下卡 孩子生出来了 不可以拿去洗礼 因为你的配偶不同意 所以这个是不是破口呢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年轻人有时候 没有把神的话听进去 到结了婚之后 信仰流失了 或是被捆绑住了 才很后悔 很软弱 真的很多青年 嫁娶外邦到最后都很后悔 有一个姐妹 她嫁了外邦 一开始都是 以为对方 会对得很好 会支持她的信仰 结婚之前什么都好吗 都讲得好好的 真的结婚之后 真的是生活习惯不同 观念不同 她觉得真的是很难受 很难过 虽然她勉强争取 还是要来教会 但是不能一起侍奉 那有一次在教会里面 有一个讲道的人 就讲圣经这一段 信与不信 缘不相配 义与不义 不能相通 相交 光明与黑暗 不能相通 相通 那个讲道的人 就圣灵感动 讲出来 鼓励 也是责备 教会的年轻人 还有家长 不要跟外邦人交往 不要跟外邦人通欢 这是得罪神 这种道理 现在很少人讲 因为他得罪人 因为你一讲 下面有一些 跟外邦通欢的 就不高兴 但是那个讲道人 那天就这样讲 那个姐妹听了 别人知道 她跟外邦通婚 别人的姐妹就问她 刚刚那个讲道的 这样讲 怎么可以这样讲 这样讲不好 这伤害到你的 他不是讲你吗 这个姐妹转头 跟她看一下 她讲的是对的 她讲的是圣经 我以前没有听神的话 我做了这种选择 我现在自己在痛苦 她没有讲错 我那个本来要讲 是非的姐妹 就滴滴头 就走了 这个是一个事实 我们如果跟我们自己 或者是我们的孩子 跟外邦通欢 教会就很多破口 也许生活过得很美满 表面上都过得很好 但是里面属灵是很多挣扎 也许你跟外邦结婚 到最后神怜悯你 你保守信仰 可能你还可以 把那个没有信的带来 那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啊 那个是神的怜悯 特别怜悯你 不是说可以这样做 到最后一定会得到这种结果 不能用这个来试探神 所以这个就是破口啊 我们今天下一代 婚姻很多破口 有一些家长 也有这个破口啊 因为觉得说 哎呀 祖内找不到好的 外面也可以啦 明明教会都给他介绍了 又是信仰也不错 父母啊 很世俗啊 嘴巴就很属灵 嘴巴哈利路亚 感谢主 是信徒就好 真的有人介绍了 给他孩子了 挑三挑四 家底要比不上我们 要没有房子 要没有博士 要没有说事 我女儿是说事 你这个是什么事 什么事都没有 要没有房子 车子应该是有了 坐地铁的 一房子 要跟我女儿 谈婚姻 有时候啊 我们嘴巴都讲得很属灵啊 跟传道 跟分界说 哎呀 信主就好了 信仰好就好了 你条件挑那么高 孩子喜欢的 你也不赞成 你也没躲 党三党四 挡到最后 嫁不出去了 娶不到老婆了 就身为你 还是你一直在挡 这是破考啊 破考啊 那年轻人也是一样 婚姻失婚的时候 挑三挑四 也没有很漂亮 但是你照照镜子 自己也是普普通通嘛 对不对 戴着口罩的时候 还可以 口罩脱下来 你挑三挑四的 当然啊 有些都喜欢漂亮的 但是我们自己也很普通啊 所以不要用世俗的眼光 但是现在 很多人都被外面外表 还有被一个世界的潮流受影响 如果你嫁不出去 娶不到 那要守独生 为了主要做生功 也是可以 但是如果你被外邦追走了 被外面的人引走了 牵引走了 你孤单的时候 也在外面追你了 你不会以为自己信仰很刚强 人要跌倒很快 所以要守着神的道理 不容易 但是关键就是谦卑 所以未婚的青年 是家会的一大破口 教会里面 举办的婚礼越来越少了 有时候好多年 都没有一单教会的婚礼 在会堂 可以在会堂结婚 因为有一些 家娶外邦 不能在教堂结婚 那有一些主内交往 但是没有保守圣洁 也不能在教会 他们都很后悔 很遗憾 所以这个就是婚姻 婚前之后 魔鬼就在攻击 年轻人的婚姻 影响他们 所以我们要常常 为未婚的青年来祷告 因为他们也是 面对一种争战 如果你条件太高 很难在教会找到对象 但是我们的条件 唯一的就是信仰 其他的 年轻人谈一谈 自己了解一下 祷告 看什么带领 好了 那对于已经结了婚的人 我们在教会里面 能够结婚的 或者是在一些 年轻的家庭 一起来侍奉主 刚刚我们讲了 现在教会里面 大部分的工作 都落在小部分的家庭里面 在做 所以这些婚姻 如果不巩固的话 如果有破口的话 魔鬼就会攻击 有时候突然间发觉 这个家庭怎么表面上都好好的 突然间出了问题了 所以我们要靠着主 把这些破口堵住 我们来首先看婚姻的破口 是什么 我们看雅各 雅各 一章的第六节 雅各一章六节 一起读 不要一日头把我晒黑 就轻看我 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露 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 我自己的葡萄园 却没有看守 雅各这里是记载 这个苏秘旅跟良人 他的家偶的爱情的故事 也可以预表 基督跟教会的爱情故事 那这里记载 那个苏秘旅 他就讲了一段话 他因为做工很辛苦 他要看葡萄园 他看别人的葡萄园 他自己都晒黑了 一个女生都晒黑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他看管别人的葡萄园 就是他的一些 同母的弟兄 叫他 你帮我看一下 他也说 你帮我看一下 你也帮我看一下 他也很顺服 人家叫我做我就做 但是他自己的葡萄园 却没有看守 这个问题就大了 我们帮别人 是自己有空 你做好自己的工作之后 有空在做别人的工 在帮别人 那你自己的葡萄园 没有看守 那就忽略了 第七节 Song of Solomon 1 verse 7 第七节 1 2 3 Tell me O you whom I love Where you feed your flock Where you may get rest at noon For why should I be as one who feels herself 我何必在你同胞的羊群旁边 好像蒙着年的人呢 你看他忽略了葡萄园之后 就发生很多事情 这个葡萄园可以预表很多东西 下一页 这个葡萄园可以预表 当然神的正教会 我们自己的信仰 你不能忽略你的信仰 也不能忽略教会的圣工 当然这个葡萄园 也可以指着我们的婚姻 你如果不管好自己的葡萄园 你不处理好自己的婚姻 不经营好自己的婚姻 你这样你就忙着事业 甚至你就忙着教会的圣工 你忙着去访问别人 关心别人 你忙着去传福音 好了 那你回到家了 一堆问题 你的葡萄园已经荒惠了很久 甚至有狐狸都跑进来了 我们刚刚读第六节 我的葡萄园没有人看守 我们看下一个图 就是有两种葡萄园 左边那一种呢 就是被忽略的葡萄园 葡萄不是野草 野草里不管它都长很多 葡萄不是这样 葡萄不像野草一样 野草是不用管它的 它自己会长很多 野草也没有用的 葡萄里要修剪 要浇水 要除虫 要除杂草 要很多功夫 它才会长得好好的 所以你不管它 它就像左边这样 然后你好好去管理它 它就像右边 这个葡萄 还会很漂亮 还会结很多果子 我们不要以为说 主内结婚 在这边走了红坛 得到传道祝福 我的婚姻就一定像右边 这样子 这个葡萄园 这是错误的观念 就算你在教堂 得了祝福 神会祝福你 但是你不去耕田 你不去浇水 你不去除杂质 你的葡萄园 会变怎么样 你不要以为说 我已经得到神的祝福了 我什么都不做 我就会收很多葡萄 圣经没有这个道理 你自己发明的 神的祝福 要加上你行道 你尊着神的话 去做 还有呢 你要付出你的心血 这样子才会得到 神的祝福 才会长起来 所以有婚姻 你想想看 你的婚姻 如果已经结婚的同龄 甚至我们族内的 这些中年的干部 家庭 有婚姻的 你要想想看 你的婚姻 现在是长成怎么样 不要只看表面 有几栋房子 家庭收入 有多少钱 那个不是重点 是不是你已经忽略了 你的婚姻 那你忽略久了 就有东西跑出来了 我们看二章的十五节 雅各二章的十五节 你们一起读 一二三 要给我们 请拿狐狸 就是毁坏 葡萄园的小狐狸 因为我们的葡萄 正在开花 哇 原来 你忽略你的葡萄园 久了 你扑了你的婚姻 久了 就有狐狸 跑出来 中文是狐狸 英文 原文都是 很多狐狸 众叔 很多狐狸跑出来 什么叫狐狸 狐狸就是 任何可以出现 来破坏你婚姻的 或是让你婚姻 不能分身的 不能运作的 人 或者是士 哎呦 ruin你的婚姻 祸坏你 你看这个葡萄园 本来是很漂亮 我们进去 slide 9 slide 9 Song 215 slide 9 跟那里的经节 我们知道 葡萄园开花了 开花这都准备结果了 那开花的时候 它进来采 把树叶也吃了 把树叶都咬断了 那它怎么结果 我们注意 我们通常一个家庭 刚结婚了 要想要为主工作 家家会侍奉了 你开始为神发热心的时候 如果你忽略了婚姻 如果不警醒 看守你这个婚姻的葡萄园 魔鬼就会派很多小狐狸进来 咬掉你的 开花的葡萄树 那你说了 那魔鬼那么可惚 可惚啊 派那么多小狐狸来破坏 其实问题 常常都是出于 我们自己 第十章 你为什么让狐狸可以进来 你的破洞那么大 早就已经有了 你没有在一开始 你就挡住它 堵住这个破口 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 好 我们来看看到底 婚姻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那个根源 魔鬼怎么样来 从第一对婚姻里面 找到破口进来的 这是透过人的罪信 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 二章的二十三节 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读 一二三 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它为女人 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 取出来的 二十四节 因为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二十五节 当时夫妻二人 吃生肉体 并不羞耻 神创立了婚姻的制度 也帮亚当制造了一个老婆 从她肋旁 拿了一条果 把肉合起来 就变成一个女人 就交给她了 这是最完美的婚姻 最美好的婚姻 因为这个时候 罪还没有来到世界 还没有进入世界 我们来看看 分析一下 这两节圣经里面 给我们画出来的 是一个怎么的婚姻 下一页 没有换出之前的婚姻 第一 吃生肉体 并不羞耻 没穿衣服 不需要穿衣服 因为那时候很温暖 今天早上 你不穿衣服 出门 可能会感冒 十度而已 这里十度 哇 这好冷 四十几度 等于你们的 但是那个时候的 伊甸园很温暖 不用穿衣服 不会早凉 更重要的 是没有羞耻 两个人 夫妻来的 有什么好害羞 没有罪 就没有羞耻 就没有事要隐瞒 但是今天 犯了罪之后 人就有羞耻感觉 犯罪之前 他们两夫妻 感觉很亲密 你看 夫妻结婚的时候 走进教堂 都是牵着手 走进来的 很多夫妻结了婚之后 都不牵手 奇怪 没结婚之后 很想结婚 结婚的时候牵手 这个结了婚的 就不牵手 有没有牵的 好厉 看到他就讨厌了 还牵他的手 对不对 都有距离了 还有呢 结婚 换罪之前 他们彼此是很忠诚的 很faithful 不会想出轨的 不会去想别人的 就是想你 就是爱你 所以才跟你结婚 换罪之后 就整天想别人 就是看家里那个 不顺眼 就是不喜欢家里 那一个 开始喜欢别人 再来呢 犯罪之前呢 他没有一种 negative emotion 没有那种 负面的情绪 没有负面的话语 他们都很正面 你看那个亚当 第一次讲话 第一次跟 夏娃讲话 是讲什么 他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好像写诗一样 好像诗人 亚当 我们不要以为 男人都不爱讲话 男人其实很爱讲话 只是女人有时候 话讲太多 男人都没话讲 有时候男人一开口 你就批评他了 他就不讲话 神造男人是个诗人 可以写情诗 一开口就是一首诗 你看厉不厉害 犯罪之后 就没有听到亚当 讲什么话 犯罪之后 也没有什么好讲的了 对不对 可能吵架了 等天骂他 当时都是你 你这个女人 害我 吓话就说了 你是男人 你听我 所以没有犯罪之前 他们真的是一体 一体就是肉体 心灵 跟灵魂 都是合一的 那个就是完美的婚姻 没有破口的 因为在恩典当中 在真理当中 在神的伊甸园里面 婚姻是完美的 这是后来人犯罪 罪就找到破口 就进到婚姻里面 那婚姻就改变了 我们看那十二节 三章的十二节 一二三 那人说 你所吃给我 与我同居的女人 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 我就吃了 神问亚当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为什么说自己 吃生如蹄 他就马上赖给那个女人 你看 说回去了 男人这个时候 还没用 他应该说 是我的错 我违背了你的命令 我没有管好我太太 你没有阻止她 我应该阻止她吃 应该要不给她吃 但是她没有 她把责任推给女人 都没用 你是领导 你是一家之主 你是头 你不能把责任 怪给女人 当然女人 这方面没有帮到你 但是你有责任 去纠正她 但是她没有发挥 一个带领者的作用 她跟她太太一起犯罪 跟她一起下去 所以 她还赖给她太太 跟我同居的女人 之前是写情诗 哎呀 骨中骨肉中肉过来 整天都是骨中骨肉中肉 现在是同居的 你怎么在 我便跟我同居 所以你看 两个人的距离 最一进来 两个人的关系 就变化了 就有距离了 所以如果两夫妻之间 有距离 当然有很多外在的原因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一方 或是两方 都跟神有了距离 他们的决定 他们的决定 他们的做事 某一些事情上面 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 你跟神疏远了 你跟对方这位疏远 其他的都是吃药的 其他的物质的条件 都是吃药的 你心里面已经留了破口 给蛇进来了 给魔鬼进来了 所以这个罪对婚姻的影响很大 所以我们今天 要 要思考 我们的婚姻 有没有破口 我们的破口在哪里 我们当然可以看很多书 可以讨论很多 但是关键的是 你跟神的关系 是不是出了问题 如果 有出问题了 破口在哪里 你看 那个时候夏娃 她跟神之间的关系 其实出了一些问题 因为她对神的话语 不是那么坚定 那亚当呢 也是对神的话语不坚定 给了魔鬼引诱他们的机会 然后就掉到这个试探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节 我们先思考 我现在的葡萄园 婚姻的状况 是跟犯罪之前的亚当一样 还是犯罪之后的亚当 这个是很重要 要思考一下 我的葡萄园 到底现在是长怎么样 是不是 我忙了孩子 忙失业 忙家庭 甚至忙圣工 我跟我太太 或者我先生的关系 最近有点紧张 或者是年轻人 你还没有结婚 但是你现在挣扎 要不要跟外邦交往 要不要被别人追 或者想追外面的人 婚姻对信仰影响很大 婚姻对教会影响很大 我们下午再继续讲 我们来唱一首诗 我们来唱一首诗 我们下午再继续讲